非常非常不一樣的這種經驗跟經歷 跟他對世界上的看法 所以為什麼數位化這件事情 台灣可以發展的這麼好 尤其這一次疫情的發展 在口罩能夠運用我們的系統平台 能夠讓大家都沒有缺乏口罩這件事情 也要拜祀我們這個政委的一個前瞻的做法 那也讓全球都看到台灣的戀友 跟台灣的人才如此優秀 那因為這樣所以今天真的很榮幸 能夠把這麼優秀的人才有辦法 這個邀請到海客龍 所以今天各位這僅僅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政委就給你一個商情就是 讓我們盡量的能夠來發問 然後你也願意就是盡量跟我們分享 你的一些看法這樣好嗎 我們是不是再一個熱熱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掌聲 做法就來 我們是不是就很愛客人 交給我們做法囉 謝謝 謝謝上場 謝謝 謝謝 我的身高是180 至少一點點 我不知道 大家好 那在接下來一小時有大概25分鐘的時間 我要將什麼事完全由大家所決定 那大家如果掃不到這個QR Code的話 麻煩掃一下這個QR Code 如果掃不到的話 那也可以手動的輸入這個網址 就是SLIDO.COM SLIDO.COM 然後再輸入205級 然後不用輸入 也可以到朋友們留言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有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是說可以匿名的提問題 當然也可以就是取自己的名字 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看到有四個朋友已經上來了 那另外一個特色是說可以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多 那它就會輸到越上面 也就是說我就會越早看到 所以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已經覺得說 那這個問題也想先聽我的回答 你在問自己的問題看 那也就請回應按讚 那我才知道說 在想的朋友比較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那在接下來一個小時的裡面 隨時也都歡迎舉手 如果有沒有在手機的朋友 或者比較不方便打字的朋友 或者是就覺得說 一定要講得比較開心的朋友 那我們已經看到這邊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那所以空隙也可以有好幾位朋友說話 所以只要有人舉手 應該就會有朋友 避上這個數位的無線麥克風 那我們也就急時的來做一個對談 那如果你的桌上有麥克風的話 那也很歡迎使用 桌上麥克風應該可以用吧 應該可以用話 可以觀察說可以用就是可以用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有11位朋友想要問 那個基隆我們蘇格風協會的一個問題 他說 海科館不像海聲館 還有活體的參觀 那請問一下 加上數位的話 要如何吸引小朋友的親子活動 我在我的facebook上面 其實最近常常貼關於故宮的一些新聞 那故宮的一個特色就是 他也沒有什麼活體 我是已經做過很久的人 他名字都叫故宮了 那但是為什麼還是會有非常多的朋友們來這邊協助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故宮它有一個系統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是我們在每個部會都有一組人 是專門去集資廣義去跟朋友們一起討論說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把自己所在的部會的政策更得更好 那由於一些就是歷史元素的關係 故宮也是內閣的成員 跟其他活物館都不太一樣 所以故宮也一樣有剛剛政府聯絡人 那他的當生聯絡人 就花了很多時間用使用者中心作為一個概念 然後把裡面的 博物館裡面的每一個很小的東西 好比像說說明卡 說明卡 平常不會是主角的這個東西 都在他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修館的時間裡面 他們把那個修館的時間 整個故宮變成一個好像集思廣義的討論的會場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來辦一個工作坊 然後問說如果今天你是策展人的話 你會怎麼樣製作故宮的說明卡呢? 那其實這個就像蓋一座廟 如果是在地的朋友們蓋了的話 都會很驕傲的介紹說 那這個柱子上面有我的名字吧 磚頭上面有我的名字吧 只要你有參與的話 那這些廟就是可能是你一起的吧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很容易一船十十船百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也跟故宮一起製作一些繪本 那這個繪本呢 也是完全拋棄掉著作成像圈 我是直接放在網路上 那是曾有一個叫做CC秀權 那只要透過這樣子的一種 拋棄著作成像圈的一個做法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只要你 就是有留下這個作者的名字吧 行政院PITES 那你就可以任意的去翻譯 任意的去改作 所以很快也有了英文版 我們上一本漫畫甚至有阿美語的版本 或者有台語的版本 有客家化的版本等等 那就是因為說我們沒有寫版權所有翻譯比舊 我們如果有寫的話 當然就不會那麼踴躍的幫忙翻譯了 那就是因為我們寫CC秀權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願意來進行這方面的討論 那所以這個就是那時候的一本繪本 爸爸跟你寧願好要去看世界上最有名的白菜 這也不是活體 是一顆玉 不公認識翠玉白菜的這個朋友 那所以這個繪本在講的就是說 因為他們本來想要用這個自動售票機 發現上面貼一個之後外國人可以用自動售票機的這個情況 然後呢他們排隊的時候也不是很確定要排哪裡 然後呢在之後呢他們終於看到一個意見箱 他們就提供了這樣子的意見 那當時故宮密山院長就看到了這樣子對於秀票系統的意見 然後呢就跑來找我 那我就跟他開了一個會 但是我不是去故宮 我是透過附身在我的同仁的那個iPad上面 一個機器人的一個方式 跟他有了一次這樣子的會談 那這個會談的做法呢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去請我們比里斯的就是我們外公室的同仁 實際去擔任一次這個遊客的這個過程 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把自己當作長者 把自己當作沒有3C使用經驗的人 把自己當作外國的遊客等等的情況 那每一個人都會找到就是或多或少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找到了之後呢 他們也就在邀到故宮 然後實際去找 因為我們當時好像他們的代言人嘛 但是當我們真的找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真的找長輩 真的找外國人 真的找這個 我們負責就是做旅遊推廣的這些朋友啊 Tiki Day啊等等這些朋友 那他們就一起來故宮 同樣也是在故宮裡面 直接旅行社 廠商這些離開關係 包含小朋友啊 都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把這個經驗變得更好 那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這個多元意見 是在所有人都討論過之後 然後才被踩行的 所以我們如果看當時就是 不是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個演講 如果看當時實際上面 大家提的這個想法的話 那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的這些想法 很多都是就是 等一下 都是 乍看之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 好比說當時收到的想法裡面 有一個叫做QR Code的感應值 要美化 如果只是知道布公 知道我們的協作會議 但是不知道他們到底在討論什麼的話 那其實這些裡面 有一些其實是 就是不太知道是在講什麼的 所以我就具體的解釋一下 這個是因為他們在實際化這個流程圖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 在就是 過程裡面 他們之前曾經有過試過用QR Code 很像高鐵那樣子的方式來感應 然後入場 但是呢 本國的很多長輩都不願意 所以後來才慢慢變成 這些外國人可以用 但是呢 他們實際在問的時候呢 其實長輩就 第一次分享說 因為他拿QR Code 最多只能拿到一張感應值 來當作他的車收據 可是從他的角度來 看到布公其實 不是只是到布公而已 回去之後回家裡 他的那個票券 就是那個很漂亮的那個票根 他是要夾在日記裡面的 他是要在餐桌上面跟朋友分享的 他是要告訴他的家人 今天故宮夾了什麼 那是一個social object 對他是有社會的意義的 那一個感應值 而且他放著那個字 還會慢慢變淡不見 我對他講配不上故宮 所以對他講 並不是他不會用QR Code 他會用mine 他當然會用QR Code 而是說他覺得這個沒有那種故宮的質感 那所以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集思廣義的情況下 真的跟我們這樣講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出一個想法 就是說他可以拿QR Code 改印之後呢 那一張感熱紙去櫃台 實際換成一個憑證 這個憑證是他有到過故宮的憑證 那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是看什麼展覽等等 其實他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個人化 沒有人說QR Code 只能用改熱紙 他也可以用糖金的方法印 他可以做成說 他最後換到的那個憑證筆 他本來的那個值本的標誌 還要有紀念跟收藏的價值 這個時候他就願意了 而且他願意互碰引概來體驗 這樣子一個新的遊程 甚至上面的QR Code 也不是只是算價錢用 而是他回去之後可以掃上面的QR Code 那他的看的那些展品 就可以跑到他的家人的 一個叫做動物森友會 的這樣子一個線上遊戲裡面 因為QR Code 他們的展品也透過CZ授權的方法 變成動物森友會裡面的 不管是炊魚白菜也好 肉行屍也好 其他的也好 都變成你可以在你的無人島上面 放的那些藝術作品 所以他這樣帶回去之後 他的家人就可以掃了之後 好像在他的動森的那個島上面 重現他所看的那一次的展覽等等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成功的 Offline to Online Online to Offline 的這樣子一個數位的一個轉換 所以這裡的意思其實是說 我們的數位環 要吸引小朋友的親子活動的時候 其實是要看現在小朋友 在哪些場域裡面 在以前可能是 Minecraft 就是創世神 Minecraft 現在應該還是有人在玩了 那最近可能是東森 那最近可能有遊戲的 等等 那但是只要在這些場域裡面 有我們的UGC 就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 就是由使用者自己創作出來的作品 那大家其實可以直接找故宮 動物森友會 就會看到故宮試出來 給動物森友會 玩家的這些數位的資產 那這樣會小朋友即使沒有去過故宮 也會覺得故宮很好玩 那長輩去了故宮 等於是幫小朋友去那邊搜集材料 那這樣子 跨代就有越來越多的事情可以來聊 所以這個說人話 重點不是只是在我們所在的這個場館裡面 而是說把這個場館裡面的素材 即使它不是活體 但是也可以變成遊戲裡面的遊戲人物 遊戲素材等等 那這些都會非常的吸引小朋友 所以一定程度上把它擬人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九位朋友們問說 我們在這個網角都發達 ARBR也被廣泛運用了年代 實體博物館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你可以推薦您最驚豔 或者印象最深刻的博物館嗎 我想最大的一個魅力就是 在大家都可以是策展人 它可以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然後任何人來這邊都可以把這個空間 稍微做一些看影片 然後下一個來的人 也可以看到關於這個空間的一些 新的一個運用的方法 舉例來講 像這邊是我的辦公室 它是仰海路三端99號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最近才被定為古蹟 那在此之前是空軍的基地 在日本的時期 它是類似工業研究院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以前都是圍牆非常的森嚴 然後還有衛兵還有什麼 那當然後來我們進來之後 就在我阿卜跟經濟部的協助之下 我們就重新砌上了家鄉的紅樟 拆掉了水泥牆 那意思就是它變成一個類似公園 任何人都可以從街上直接走進來 它就在大安森林公園 旁邊的金國花石 在旁邊等於多了一座公園 那在這裡面它多公共藝術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這個足球場等等 就是來這邊辦活動的朋友 覺得可以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 然後就來改造這個地方 那這個其實是來這邊舉辦活動的喜憨兒朋友們 做出來的一些公共藝術 那大家聽到喜憨人可能會想到 烤得很好吃的餅乾 或者是很好吃的麵包或者咖啡之類的 那這當然已經是很搞不起的社會創新 那但是很少人知道喜憨人 其實也是像范谷這樣的畫家一樣 他只要畫出他眼中的世界 就會很容易的讓人進入一個充滿奇思妙想 這樣子的世界裡面 所以很多人進來看了一些 讓人的這些畫作之後 本來只是平平無奇的 像這個應該是植物櫃嘛 放一些那個展示的相片 什麼就是最最平凡的植物櫃 植物家 那也有朋友就是來了 然後看的時候呢 忽然之間就腦洞大開 這是一位外國朋友 他叫Stanik Thibb 是烏拉格斯的市長 一個捷克的一位朋友 那開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旁邊這些都是他的局處首長 他的小內閣 那他們一看到這個賢漢的畫作 就非常的inspired 那之後他們就開始往這個探爬架 其實從來沒有上面沒有站過人的 但無論如果他們就拿這種去放上目標的台詞 就開始往上爬了 那你大家可以看到我笑得很僵 因為從來沒有人爬上去過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有人摔下來的話 我們就頭版頭條 可能國際新聞 但是就是還好這個 放到假面沒有什麼問題 能夠撐得住人的重量 那他們就留下了這個合議 那留下來之後 當然我演講的時候會講 那所以就越來越多的人 開始改造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甚至包括拿一些無人車來啊 什麼之類的等等 所以我們在數位上面 當然可以分享新的創意 但是要像這樣子就是spotaneously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預兆 沒有任何預兆 當下就進入一個共同創作的空間 那這樣子還是一個實體的場面 比較容易發生 尤其是在要很好的公共藝術 要很好吃的東西 要很好的音樂 這個狀況底下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像就是當代文化實驗場 就是整個工作 或者我們這一塊叫做 社會上實驗中心 它的價值就是在於說 每個人都可以是策展人 每個人都可以去改變這個空間 裡面的一些邏輯啊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好像一塊很大的畫布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盡情的來 揮灑自己的這個創意 那這個做法當然跟傳統的 我們做的又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我們在數位的過程裡面 這點是很容易銜接的 話比像說一般來講 一個人來這邊講90分鐘的演講 通常都是先講60分鐘 然後最後30分鐘 當然舉手問問題 但是我一開始就說 大家掃QR Code 大家如果不問問題的話 我跟東西可講 那這個就是一下子就把 由上而下的議題設定權 翻轉成就是大家脾氣平坐的 你想要我講什麼 你就直接用手機告訴我 我要講什麼 要我講什麼等等的這個做法 所以只要每一個策展人 願意分享出他的Agena Second Tower 他設定議程的這種能力 那就可以讓大家都覺得說 那我也是一個策展人 或者是我也是共同策展人 或我至少在這裡面 好像剛剛講的可以做廟 我至少有一張便利貼 要我的名字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只要有這個情況 其實每一個人只要有參與 你有參與的那個博物館 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博物館 這個是一定的 就好像說自己進廚房炒菜 炒出來的菜一定比較香一樣 那不然的話 在外面這個炒著說 這個就是炒著要躺吃 那只是真的拿到 那也不是你自己的嘛 所以要把火鍋的炒 變成火鍋的炒 那這樣才會大家一起做出 讓彼此印象深刻的博物館 有些朋友們問說 請問政委新聞當中的 海岸科技的博物館 應該具備什麼樣子的元素 我自己對於科技的想法是在 因為台灣長期以來都是以製造業為主 所以我們想到科技的時候 很容易就想到的是自然科學 以及產業應用的技術 這個幾乎是對科技的第一聯想 第一想像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的這一些 就是怎麼樣子在一個開放空間裡面 怎麼樣子去想像一種新的人員之間的聯繫 這也是科學 這是社會科學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把彼此組織起來 然後透過這些便利貼 這些共創的這些方式去找到大家的需求 去透過設計去擴展我們的服務 這些也是技術 設計也是一種技術 我們把人跟人組織起來的技術 叫social technology 社會上面的一種技術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最主要的元素之一 就是我去擴大大家對於科技的想像 我們現在放個slido在這邊 這個也是社會科學 也是一種組織的技術 這個技術的好處就是說 它並不是authoritarian 它並不是由上而下 壓著大家要去做什麼 但是它真正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就是大部分的老師在上課 尤其90分鐘的課 但是即使只是45分鐘的課 通常到第20分鐘的時候 學生就開始滑手機了 這是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 那你要跟學生手上的手機 搶注意力搶不贏的 所以現在也有一些老師 在一開始就要大家把手機沒收 或者關機或怎麼樣 那這樣的話 大概到第20分鐘 學生很多手機會開始發抖 因為有戒怪的症狀 因為他找到一個東西可以按讚 其實也很不舒服 然後不只學生 很多大人也是這樣 那所以呢 我們透過像sliple這種社會技術 它解決的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有一種想要找的東西 按讚的衝動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按讚 按別人的問題讚 所以你的按讚其實是回到 這個社會情境裡面的 那如果你現在就是很想PO一則 什麼訊息 那你就直接PO在sliple裡面 說明人家看到按讚的這個即時 讓你覺得真的還不錯 有13個人同意我的看法 的這種感受 比你PO到instagram 或什麼其他 可能還要再等個一個小時 才會有比較多人回應 它會有一種立即的滿足感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技術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對於社會科學 跟它的應用的技術的拓展 以及透過我們叫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 去確保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這個空間的 共同策展員 那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元素 簡單來講就是共創的元素 co-creation 的元素 那我覺得特別是海洋的這個題目 它並沒有哪一個看法才是對的 每一個關於海洋的一個視角 不管是我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的視角 或者是作為海洋的油氣運動的視角 對於教育人物化的 或者是自然保存的視角 海洋是夠大的 每一個視角都可以在這裡面共存 所以它就更有co-creation 更有共創的這個可能性在 所以我想這是我自己 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有社會的朋友問說 請問我對海洋國家的定義是什麼 台灣算不算是海洋國家 台灣的海洋教育 應該要怎麼推動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有過一次 就是很大的一個徵詢 叫做上海之鑒 這裡應該有很多朋友 當年有參與 所謂的當年也就是一年以前 當時我們是在Jong平台 然後 當時是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一個重開獎 當時是在內置部 國防部財政部 建築部 交通部 文化部 科技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處理安岩會 經管會 經管會的關係可能有保險 農委會 人民會的協助之下 當時有定義幾個題目 這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單純的在想 要開放海洋的活動 也包含它的海域的设施申请出海的 海乡资讯的资讯透明 设施的辩明 以及生化教育普及的体验 以及责任风险的 它的明确以及自主化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全面性的 让大家对于海洋的认识 正好我们在陆地上 一定会想要 就是我们有一个相声致敬 在这个之前 一定会想要有一个 很明确的所有相关的资讯 都有的一份类似像 电子地图这样的东西 叫做我们爬山菜 是一个well informed的情况 我们现在还会在下海致敬之后 也综合了大家的各种各样子的想法 对于我们的 不管是渔港啊 定制渔场啊 要是相往水游游期 还有自然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啊 这个水池啊 渔港资料 游艇啊 等等的这些题目 都已经全部整合在 这样子一个 ocean.nivu.gov.tw 的这样子一个网站上面 所以本来可能是 很多pdf档啊 很多每一个 就是各自所在 自己的这个 安全座里的一些 excel档 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把它全部统合起来 然后放在 这样子的一个 一站式的平台上 那我会觉得说 只有在我们对于 我们的海域 上面的这些poi 就是让人感到有兴趣 的这些点位 以及这些区域 都能够取得 就好像在平地上面 我们看google地图 或者open street map 一样多的资讯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才 真的可以说是一个 海洋国家 就是不是只是我们 旁边有海洋 而是说我们对于 海洋的了解 可以是在 就是各个不同的部会 以及各个不同的 民间组织 一起吸引协力下面 大家每一个 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情况 那所以这个推动 我觉得也是 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 就是我们现在好不容易 把这些资讯汇集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子 在尤其我们 辛克刚的精神里面 去确保说 每一院都有自方的 就是自己对海洋 感到兴趣 可以去接近 互动的 就是刚刚讲的 各种不同的 看海洋的角度 能够跨领域的 跨世代的 跨场域的 能够结合起来 然后以及更好 就是说海洋 不是只是这一代人的海洋 也是下一代 下非常多代人的海洋 海洋 其实比人类早很多 出现了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 看起来不是说 这一代的海洋就好了 我们也是 有一个steward 就是守护的这个义务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 为了我们的亲航好友 或是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也要我们 还不认识 可能是六七代以后的子僧 去守护这个海洋 所以大家更了解它 而且要确保它的永续 那这些方向 如果抓的 大概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海洋交易的推动 就比较会是一个 长城的永续 而且跟其他国家 可以接轨的一个情况 我十三位朋友问说 有什么城市的数位化的经验 值得基隆来参考 这也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一个城市的数位化 它不是为了数位化而数位化 在前一波有很多城市 说他们是smart city 但是我觉得smart city 是有一个有容易 误导的一个字 因为感觉好像 城市本身变得聪明 市民未必有变得更聪明 所以我现在不是讲 smart citizen 就是有智慧的市民 那为什么 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城市 它是有上个下的说 那我就是要去做 怎么样子的空间利用 我就是要去做 怎么样子的城市政策 而市民并没有一个 及时的参与的权利的话 那虽然这个城市看起来 可能用了非常多 工科技的设备等等 但是实际上 就是每个人的right city 就是参与这个城市的 议题设定的这个权利 事实上随着时间 过去说定是越来越少 而不是越来越多的 那就好像是 现在大家会看到说 我们在 我就尽量不止 但是就是有一些 就是国际上的其他的政品 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会由上而下的 去发布很多的 也是很先进 也是让很多数位技术 但是实际上是 如果你对这些技术 所discriminate 就是说这些技术 对你有不利影响 那其实是没有想在 我们这边 你打一通电话 192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交代 一个方式 所以虽然那些城市 当然也有把疫情 控制住到一个程度 但是多多少少牺牲的 就是他们在 社会部门之间的互信 连带关系 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在我们这边 虽然我们没有采取 好比像说像 封城啊 或者健康啊 或什么之类的 这些技术 那但是我们采取的技术 基本上都是 可以给的出交代 就是comfortable的 那只要打个192 就可以完整的 给出交代 而且如果觉得说 我们哪里做得不好的话 那每个人 只要想出一个新的方法 那让192知道了 那说不定隔天下午两天 你的这个新的方法 不管是粉红口罩 还是用电锅 干净什么之类的 那就可以变成 就是大家都学到的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 所以这两个方向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很多人 也是在说 数位转型 要透过AI的帮助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 我们多看一些城市 它的AI的方向 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知识 好不像说像 阿姆斯的诞意 也许就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例子 还有喊出一个口号叫Wiki City Wiki就是共笔 像维基带坑内 Wiki City就是大家每个人 哪一小外拼图 一起拼出的一个城市的 这样子一个途径 那它是很注视的意思 就是说每个人 随时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这个想法不会被 之前先有的这个想法 垄断了你的新的想法 从中有办法实现了 任何社会有人有新的想法 都可以再回去 然后去改变大家对于这个城市的想象 那如果它是authoritarian 就是比较威权式的做法的话 那常常它使用某个技术之后 那别的人想到别的方法来做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跟它要比的 可能就要一个交代 所以我现在比较多的国际上面的连结 大概还是去跟这些 我们在最近经济选 台湾也变成完全民主的国家 所以就在这些完全民主的国家的各个城市中间 去有这样子的联系 那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国际上面 这个叫做开放政府伙伴关系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那这个我们也是 最近行政院才刚核定 我们也有自己的开放政府的国家的行动方案 那我们也会就是在提交到 这样子一个国际组织上面去 那它在这个OGQ里面 就是愿意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一起进行共创的一些城市 所以这些城市 就是我会建议基隆 或者任何城市 都可以来参考取经的一些地方 那这个是很跨各种各样的市区 那这些城市 它的同样的特色 就是它都用参与式预算等等的方式 来确保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市政设定 我有看到有人按了麥克风 所以是不是我们就先来 对 Hello Let's discuss a question with you Yeah, of course Yeah, okay Before I start I would say there is neither good or bad But only significant is so What I say only represent to myself Sure There are two issues I would like to take time to you in order to make other people understand or switch into the Chinese world 我想要跟郑伟聊的是关于有两个 一个是社会阶级复制 以及新创困难 环境新创困难 我想请说 OK 首先第一个社会阶级复制 你在已经知道了 这个社会群是存在这个现象的状况之下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在我看到的就是中华群的社会的状况之下 讲说我今天是一个刚毕业 然后读完研究所的非常高学历的台湾的工程师 好 那24岁我们就进去公司工作三年 那可能赚了150万假设 好 那这时候我有女朋友 然后我开始面临 是不是要在这个时间点结婚 去买房子 买车 OK 好 结婚完之后这150万都不见了 那得到的是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后接着可能因为有房贷 因为台湾的房贷 应该说 房贷大概费20几年 那这意味着 这个人 他失去工作的风险非常的高 他必须依赖着这一个工作 对 这是一个有弊跟有利的选择 在传统 应该说在传统的观念里面 就是我们到三岁可能就要结婚 但 我们得到的是幸福的家庭 但牺牲的却是机会成人 那举例来说 在一个想要创业的人的理念 他一开始一定是先从三岁开始 就是 Friend Four and 去先取的资金 OK 好 那如果假設他今天也先赚账150万 他可以先把 他可以选择把这150万 拿去创业 作为第一利器中金 那如果他把 这150万 拿去结婚 OK 他损失了这个 创业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赌博 我一直在思考就是 呃 台湾人 或者是我们的选择 是不是真的只有 到30岁结婚这一条路 还是我们能够多尝试 呃 不同的方向 尽管 去创业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以及赌注 OK 因为这个关系到 这个其实就是社会阶级复制 如果每一代都是这样做下去 那永远都是零行水的阶级 OK 这是第一个议题 好 继续 我应该有几下 OK 好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 新创困难的环境 就一个创业家来说 他的第一名其中资金 一定是来自3F 延续刚刚上一个问题 假设 好 吉丁达非常的勇气 把这150万读下去 开始做研发 开始去研究市场 OK 好 接下来他要开始准备 就是假设他几乎量财 他要做什么 他要开始skill up 或者规模 那就是他可能 假设没有政府的帮忙的状况之下 他可能会去银行去做青年创业贷款 或者是创业贷款之类的 但是现实是 正在非公股银行的立场之下 对他们而言放贷一种金融商品行为 他们会选择优先放贷给房贷 因为这个风险极低 不容易变得坏账 反之 如果他放贷给新创事业 那这不像我来讲风险是极高的 虽然他们其实通常景象不放贷 也就是说 在一个新创者 他带着他的东西去申请 今年创业贷款的时候 他首先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 银行会问他的实际持有资产 你的公司是否有房子 是否有机械 然后他开掉去看你的401报表 看你是否有今年的收入 Revenue Row Net Market Size 之类的东西 可是问题来了 这变成一个是鲜油机或是鲜油蛋的问题 就是 这个创业者都已经准备要开始做生意了 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实际运上轮道 那这个都他没有办法取得资金 很有趣喔 那取而代之的是 假设已经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他赚了非常多的钱 那银行会认为 这个企业家是一个低风险的房贷对象 他会一直叫他借钱 但是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时候现在是一个 呃 我认为是 银行端的 站在银行端的立场 或许是对的没错 但是 站在創业 国力创业的角度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很吊骨的现象 尽管现在政府有投入了 百分之九十五 这也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信保经营人 做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也只要公布银行 敢做这件事情而已 如果是私立银行的话 几乎不会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现实的难力 所以 以至于现在的新创环境 很多的新创企业 都是依靠政府所提供的计划案 计划案来支撑 无论是 无论是实证院等级的 或是地方等级的 或是资社会 之类的计划 他们的思维模式是说 我今天去生理计划 我得到钱 我来开始做事 OK 好 他们可以短暂的活下来 但是 如果他没有办法在这段时间内 找到他的商业模式 还是得自己依靠政府去奉养 就像是一个 没有办法离开父母的婴儿一样 OK 这是 这是这一节的第一段 OK 第二段的问题是说 我个人的观察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 新创企业家里面的思维模式 我发现很多的思维模式 就是说 我先制作出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有功能 或是有服务 不管是什么 我再来找 有没有产业 或是使用者 能使用它 那 这个形成一个很调课的现象 因为 其实在标准的page 西方的募资程序里面是说 你是要先寻找到使用者痛点 也就是 find a problem first and what is your solution 先有问题 然后 知道多痛 痛点 然后再来是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之后 再来是marketing size 然后接着就是revenue 之类的 然后这样一路走下去 做是roll map 那这样很容易去说服投资者去投资 那 不过台湾现在 还蛮多的投资 就是刚好 逆向的想法 就是 我是先把东西做出来 再去找 谁能够用这个方案 所以就好像发现 这个 企业里面会卡住 这是我个人观察 想请政委 评论 或是对这些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知道 你如何下 是 先确认你的问题 一个是说 大概一个34个人 他如果要成家的话 那现在都是觉得说 要拥有房产 但是如果把这个当做投资犯 为什么进去的话 那其实他能够成功的 再踏上创业这条路的几率就减低 因为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纵使他踏上了就是创业这条路 那也会碰到说 除了公共的信号之外 其实虽然银行比较难融资给他 他比较愿意融资给房贷或他的企业 所以政府计划的这个依赖性 就会变成他在创业之后 面临一个课题 有可能会一直依赖于政府 或法人的计划 那第三个是说 如果他推出了一个产品的雏形 还没有经过这种验证 就急着去卖的话 那没有一个通别的分歧 那很可能他会很卡 因为市场说明真的不太需要这个 这样 是 然后我请同处 就是呢 市场验证就是TOC Proof of Concept 就是很多都是 但是还没有几个BOC 就直接先做 然后现在这样 所以还蛮真情的 然后再来是那个 呃 市场的问题 或是 喂抱歉 我是想听政委讲话 你已经站了10分钟了 请你们要照程序再找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就先让他讲完了 来 请 尽量看 OK 另外一个是 事业的问题 就是发现 因为其实如果跟群牛市场比较起来 市场可能太小 如果是 就是创业目标的这个企业目标值 这对台湾市文的话 其实他的竞争会非常高 因为他的消费能力有限 他会非常内循环 OK 但如果他的一开始目标 就是土 全球市场 国外市场 那他其实 发展路会非常广 OK 那 在这里可能有些 谢谢一下 OK 好 感谢 感谢分享 我大概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说 其实全球的市场 他是一回事 但是全球的痛点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两个应该混为一谈 好比像说 在我们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之前就常常有很多朋友 来的提案 他并不是要先做全球的市场 但是他会先看全球性质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进驻团队 他未来一定都可以接到全世界的痛点 好比像说 像我们之前有过 辅导过一个团队 他是做SDG3里面的 关于 就是 肺结核 他是用纯兰病 那SDG里面 本来就是说到2020年 已经30年 我们要大幅的减少 最后要消灭肺结核 那在台湾其实 肺结核的申请率 并不特别高 但是在 好像宜兰的一些 原住民族的地方等等 还是有一些肺结核的案例存在 所以他后来就运用 AI技术 在以前都是要靠 就是一检室去实际看那个检体 但是他后来就去 从一检室那边 累积了一些专家的知识 以至于说 你把检体拍照 上传到他们的 四五期之后 他可以透过AI 先出拍 这个 他是不是有肺结核 那所以 一次的筛检 按照WHO 大概是5块到6块美金 那用他们的技术 可以压到1块美金 那承路里所说的 他如果只在台湾 解决肺结核问题 他的市场可能非常小 不是可能就是非常小 那但是 台湾的接受度很高 而且台湾每一个 就算偏向的卫生所 几乎也一定都往前往路 所以他才能够 托脱胎 才能够真正意义 想要做POC 所以我们有真的去 宇兰有真的去跟 那边的文件站 去讨讨论 那他们真的把这个 连岸模型训练出来 但是我们的下一栋 就是去参加在 伊索比亚的那个 社会企业世界论坛 那我们当时是在 非营 就是伊索比亚那时候 有一个非洲的联合国总部 所以我们在那个总部里面 那底下大概就有 二三十个不同的非洲国家 每一个都深受非结核智库 所以只要他在台上 就是一份想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到一美元 就可以做一次非结核三线的 这种做法 马上大家都非常愿意 开始跟他谈设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他一开始 Prototype这个想法的时候 很可能脑里并不是 想到伊索比亚 他们还是只是 先想到伊兰的原著名字 但是因为他一开始 选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他们 去选SDG的题目 所以他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 当久不理 是一定都有全球的市场 但是他只要这个POC 真的验证完成之后 他才去想全球的市场 如果他一开始在募资的时候 就说我可以解决全非洲的问题 在一开始他 那POC干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都没有人要理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全球的问题 但是台湾的市场 全球问题 在台湾这边 有一定的解决方案之后 那我们再去找这些朋友们 因为SDG的关系 可以跟全世界结合 所以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张图 我的具体的想法 就是说 你不需要先去管全球化 痛点分析 透过SDG去解决世界性的问题 但是POC可以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当地 Local去进行验证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 其实信保的这个制度 跟就是政府计划的这个制度 其实这两个是不相干领 那我也同意说 就是你越会接得了政府计划的那个Pitch 对于就是尤其是风险投资的 那个资本市场的Pitch 就越做不好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你就是不能够失败 那另外一边是说 你最好尽量失败 而且失败是要分享给整个生态权之道 那所以真的有点 就是一个是就是躲避风险 那另外一边是用化风险的两个状态 那第一个创业家 大概脑里很难同时装这两个状态 所以你讲这个确实是如此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大型企业 教育区的这个兼容商品 这个也不一定是对创业 它是那么坏的事情 因为现在大型企业 就算它是只是专注做它的本业 在台湾的话可能还是制造业维组 代工等等 但是他们只要是上市的公司 现在经常会就会要求他们 所谓的公司是比3.0 那所以以前是CSR 没错 但是现在已经是变成BD 那甚至变成所谓的impact investment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要给股东交代 在以前在台湾是说 你家大型的公司 你如果破坏环境破坏社会 那当然大家是抵制吧 缺钱的公司 但是如果你就是有帮股东赚钱 而没有破坏环境破坏社会的话 那大家当然是愿意要继续赚钱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在公司是比3.0的概念 永续版的概念里面 只要你袖手旁观了 那就是坏人 那你必须要很积极的去做一些 对于不管是企业变钱 对于收的公平正义等等的这些事情 就是不能够修守旁观了 那不能够修守旁观了 那不能够修守旁观这件事情 就表示说这些公司 他去看这些新创的时候 不是单纯的是好像我做善事 来扶植青年的那个角度来看 而且他真的很需要青年 去帮助他这个公司 去找到能够同时完成 我们叫三重底线 Trip Hot Tonight的这些解决方案 我决定好比像说 像一家公司 他专门是做联合工作 经济成长 工业化创新等等的公司 但他现在碰到说 这个大家对于 好像时尚产业 对于黄金的负面的外部性 对于气候变迁对策 海洋生态 都与生态接近去的资源 开始出现一些 就是静和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那他就不得不去做一些BD 就是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能够帮助他做SDG12 就所谓的循环经济 举例来讲 像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他就是由应该是12瓶回收的保特瓶 再加上5杯左右的咖啡渣 去制作二层 所以这个是新采 就算是他们之光 但是他们为什么 开始能够发展自己的品牌 就是因为现在的时尚 最近已经受到 时尚的消费者的压力 他不得不去证明说 他的每件衣服 能够解决多少半斤问题 或甚至像Storywear 就是他不是只是 只用回收的牛仔铺 而是说他去让二度就业的妇女 等等的有一个用他的手工艺 能够很快的接入市场的方法 而且他上面还会签他的名字 然后说我花了12个小时缝制这件衣服 而且你还可以因此更认识 这些二度就业的妇女等等 所以他不是只是在经济 跟环境之间做平衡 他也在中纪平权 性别平权效率不平等 这个方面有所贡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都是我们传统上面 比较不会去想的一些方向 最后就是在以前 青创的社会企业 有点合流的时候 大家有少数的团队会这样想 但现在已经不一定要是 做所有的社会企业 当然社会企业很棒 而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社会 创新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的治理这一端去说 那我们去要求所有的上市会公司 都要能够对于SDG 所以我们要给出贡献 那整个社会部门 也积极地去抵制那些修守旁观的人 那这个时候 这些business 他就不得不去结合 我们的环境部门跟社会部门 然后这个就叫做社会创新 就是说社会企业 以前好像是加了社会企业 但后来我们是把社会 跟企业重金加了一个点 那个点就是创新嘛 所以社会部门可以有它的创新 经济部门也可以有它的创新 那作为一个青年创业家 只要你同时有这三种底线 那你就很难在三个底线的同时失败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介入我们的社会创新的 这个生态系里面 那这个时候 融资就不一定是唯一的资金取得的来源 我们如果去到 我们今年4月 还会办一个亚太社会 峰会叫做投资亚洲的话 那你也可以看到 全世界就是正在用 我们叫做影响力投资的一些资本家 但是这些资本家 它的目的就是要 让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 那这个时候 你拿到投资的几率 如果你能够成功要三种底线的话 就你单纯只是融资要来得高一点 然后还不得多投资给你 因为他们要 他们自己的公司是3.0 这些KPI 我六五 大概是初步这样子的回答 如果要完成回答 可能要两天的Seminar 那就暂时先讲到这里 这样想要回答你的问题 那还有人要举手吗 先回到Seminar 先回到Seminar 有十七个朋友问说 请问教练 您认为海科馆 应该要怎么样突破情况 以及如何为海湾争光 好 观察一直在点头 感觉上就是观察也很想问的问题 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 一个其实还是回到 那个共创的概念上面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就是去问每一个来管的人的话 那其实再好的一个展览 对他来讲也是Transactional 就是他来一次 然后开始有一次的良好的经验 但是他不一定会一传十十穿戴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他的展览 如果是他自己的展览 他一定会一传十十来 尽可能的去让更多人来加入 那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我常说 万十万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具体的想法是说 如果有任何像刚刚那个故宫的 就是购票体验不太好的那个情况 或者像说我们在2017年5月 曾经有过一个公正 从网络参与品牌上面 有人提案 但这个提案完全没有建设性 它叫做爆炸软体难用到爆炸 纯粹的负能量 里面就是一大堆很酸的留言 不是说财政部长下台 就是说关贸网络无能 等等的这些留言 但是他很成功地去激起了大家的怒火 那我不是说海科官要故意自爆 找到自己的怒火 但是你可以找一个在附近 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个公共议题 那但是海科官可以对这个公共议题 有一些比较实质的 让大家可以来进行共创的这些题目 所以我的意思 不是海科官自己当那个炉主自己爆炸 还是说在旁边有一些公共议题爆炸的时候 可以借此来就是让大家会炒的不是有糖吃 一起进海科官里面来炒糖吃 一起来创造出这个新的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相信其实跟海岸有关的公共问题真的还蛮多的 所以这是具体的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当时这个爆炸体南洋葡萄爆炸 其实就是靠我们的 这是当时财神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实际去接触这一位提案人 他叫做卓智远 那他是一个设计师 看到标凯体就会很深不舒服 何况是我们当时的爆炸体 那开用的是一个叫Mac的作业系统 是苹果的作业系统 那当时就是因为爆炸体在Mac上面不太好用 那国税局的有一位接线的朋友 他可能心情很不好的情况下 不小心说了一句说 你用Mac很难爆炸 你就去找人接Windows来爆炸就好了 那他当时买Mac就是因为不要Windows 所以这样子讲真的是雪上加霜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大家都非常的爆炸 那所以当时我们这位 那我就说好那所有在网路上面 就是攻击我们财政部的朋友们 你们都听好了 我们就邀大家下个礼拜来财政部咨询中心 一起来做明年的爆炸体 他这样子一留言 本来八成都是赋能量的 突然八成都变成正能量 因为大家其实只是没有那个邀请函 有那个邀请函的话 其实大家都非常愿意给出一些建设性的一个批评指教 那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整理出来这些做法的时候 当民间的朋友 尤其像透过Slido 等等提问意见的时候 我们在公务部门里面 我们是很擅长去做这种服务流程 开始前开始中间 每个人有什么行动需求 甚至smart分析 只要是公务员一定都可以做得出来了 但是公务员不擅长什么 不擅长说 他不擅长有人在Slido上面留言说字报多 如果公务员真的很不擅长就把这几个字签成给他的长官 真的是那人写不下去 然后你会自动一个翻译句 如果把它写成文字上显涌坠 然后再往上签上去 因为每一层都不想他的上一层写压过高 但是从共创的角度来看 如果他写字报多 你没有贴字报多的话 其实你就没有真的去站在他那边 就是他不会觉得说你是在他那边的人 他是觉得说被你收割了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是要强化我们公务 我们朋友的玻璃心 就是不能有玻璃心 要强化玻璃 就是人家写字报多 你可以把金探号拿掉 但是不能把字拿掉 你就需要贴字报多 那他如果觉得报寻人 华丽到让人迷惘 你就需要贴华丽到让人迷惘 这样子 这座庙才是他盖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 其实一回神二回神 那他们真的来了这个实际的就是财资中心 那这些都是网路上当时最酸的朋友 PH值可能都低于零 那在 好一个就是财资上就是官网网路啊 股区的国税局啊 那我们的刚刚讲的开发政府联络人啊 专业的领导师啊等等 那就是透过这样子协作的方法 协作了三场之后 真的就把本来讲的是这样子的东西 变成了长成是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东西在2017年共创 2018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有96%的满意度 那到了2019年的就是 Windows的人也可以来用这一套 就98%的满意度 那其实我们在政府的任何常怀也好 服务也好 从来没有听说过98%的满意度 那原因就是因为 有很多人觉得这是我 当年有贡献一张约翼品 他愿意的传师是传百 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 不但是业人赛再而三的愿意使用 其实不是愿意啊 你每年都得报税 业人赛再而三的必须快来使用 而且也可以出来旁通用到别的东西 好比像说在2020年 那当时我们口罩实名制嘛 除了在药局之外 那当时也要预购到就是统一 以及全家还有附 还有OK 现在四个都得念 因为就是那个 他们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一个 任何一家超商 有一个线上能够预定客照的一个平台 但是当时我们在机关署也好 健保署也好的同任 其实有一些当时有曾经参加过 我们这个财神部的协助会议 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一套系统 可以怎么样子去修改 所以他们自己稍微修改了三四天之后 改进的参数 这一套就变成我们现象预格口罩的系统 E-Mask 那当时又有这个 积极部署上企业书的同任 也有参加过当时的共创 因为大家下个班也都是公民嘛 所以也有贡献上便利贴 说不定还特别酸喔 那总是在这个情况下 在去年的稍后 我们的三倍券的订购系统 其实也是这套改的 改几个材数又变成三倍券的系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就是为台湾争光 这个还真的难为台湾争光 因为这套系统 最后就是根本是传到韩国嘛 我们二月上线 那三月韩国也开始 运用类似这样子的系统 来做口罩使命制 那这个我想一开始 就是主持人在说 话虽然可以拿到报纸的时候 一定没有想到 怎么系统会改成口罩的系统 还会传到韩国 那但是因为每一半 都是抱持的开放式创新 就刚才一开始讲CC授权 这样子的一种精神 那所以到最后 就会流传到全世界去 那所以这是很具体的建议 就是一个是共创 那第二个是用开放式的方式 来进行创新 有十四类朋友问说 不是要大家去故宫 因为毕竟故宫有点远 而是他们直接到 就是大家平常会聚会的地方 所以除了像故宫的那个 构票系统的动线 我们真的得去故宫 因为那个是跟动线有关的之外 像有精神展啊等等 这些其实有些就是在我们 社会中心实验中心 或在工总 或在其他离整个社区 比较近的地方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嘛 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的 各位是全有专精的策展员 或者是对这个领域有 就是卓越的贡献的领域专家等等 那大家愿意走入社区 对于社区来讲 社区就可以很自由的去问大家问题 但是如果大家是来一个馆里面 而且这个馆 虽然说是没有为常没有错 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很丰猛的 它是一个就是科学技术教育 展览的一个机构 那大家无论如何 还是会有一些心理压力 就不一定会像就是 中共市集农夫市集那样子 就是是用一个很有机的方式 来彼此互动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一向都是说 我们就不管现在社区 站在哪边 互相协助 或者如果是刚刚讲到 宜蘭的原住民族社区 可能是他们的交汇 或者是他们的文件站 那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社区的中心 那与其是说要 大家进入我们的场域 不如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讯息带进 大家的场域 那有一些很简单的 就能够让大家互动的一些方式 那这个时候QR Code 就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会扫QR Code 你就跟长辈说 就是开Line 加朋友的那个地方 稍微移到我们的QR Code 上面就会冒出我们的小卡片 等等 那这个时候 你就跟他建立了第一次的关系 那今天的关系之后 不管是透过Line帐号 聊天机器人 或什么别的方式 那总是就是 你就一开始知道 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那你知道他有什么东西感兴趣之后 你就可以有call to action 就是就可以邀请他来参加 关于这件事情 工创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社区的资源 就是大家一想到关于海洋的什么事情 大家就想到你们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社区的问题 要一起处理 但是这个也不错 因为就好像参与式预算一样 其实很多人参加参与式预算之后 就发现说 原来市府的公务员不是偷偷在上的 而是每一个都学有专精 而且越来的地方 只是以前他们都 因为文官的匿名性的关系 不能够直接去跟市民互动而已 但是因为参与式预算的方式 直接跟市民互动之后 大家就发现说 其实他下来班也是市民 也是公民 而且大家关心的事情也都差不多 所以有更多的这样子互动的方式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那即使是您为职务所限 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场馆 你也可以试试看我 我常常用的一招 我是在社会创新时间中心里面 定期就会有所谓的巡回 那这个在社创巡回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得到 那从今年开始 就是青年咨询委员也可以来 安排我巡回的路线 那我巡回的方式就是说 因为实际能够到社创中心 找我的朋友 毕竟通常都是住在高铁站附近 因为他的时间成本比较低 那当然基隆 时间成本也很低 但是对方向说这应该是花莲 或者是南投啊等等的朋友来讲 他时间成本就相当的高 所以不是我要他们过来 但是我去他们那边 所以我会定期去安排这样子的巡回 甚至会住个一两天 那如果是原住民族的地方 甚至还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 翻译的朋友 但是我总不可能去的时候 就是所有12个社会创新相关的部分 都跟着我去吧 所以他们其实还是在社创中心 还是在那些就是写汉人的画作啊 或者是很棒的这个音乐啊 或者是也没有啊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我们是用 就像现在这样子的投影机 那因为这个投影机的特色 跟我们的社创一样 是它是从天花板到地面的 所以如果当你的视讯的频道 足够好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种 把两个房间缝起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就好像在另外一边也是一个房间 只是说它现在是在花莲 或者是在南投 或甚至最远可能在金门啊等等的这些地方 那我就是在那个彼端嘛 然后在就是主持 关于这些在地的朋友们的想法 那在就是社创中心这一端 就有12个相关的博会 那这个对地方的朋友非常有好处 因为以前他们在处理一样的事情 好比像说一个刚讲一个社区共融的议题 那大家一听到可能就会想到是 好比像说内政部 如果它是社政相关的 民政相关的 但是其实很多也跟产发金发 经济部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其实这些呢 有的时候都没有当地的教育局 或者是教育部的资源来得那么丰富 那或者是他如果是青年返乡等等 属于是农委会水保局 可是这个我自己就是协调过这么多案子 我哪里有一个地图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在地的朋友来讲 其实他怎么会知道这是一个部会 如何分工的 所以每一次大家就是收到说 这个我有迹象的意见 那不是我们局局自己能够做决定 必须要去会别的相关的部会 但是每次会这个部会的时候 就是你好不容易讲到那个承诺人 听懂东西被压缩到一页一四指 不管是横的一页简 或者直的一页文字答 但是这样子的话 旁边的部会有时候觉得他解决了你的问题 但事实上造成更多的问题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透过这种 我们叫做双师教学 这个在教育里面是一个很专门的 就是一个教科老师在比端 但是一个就是了解学生的状态 老师在尽端 两个老师一起教学 这个模式的话 那任何人只要说 那这是内生部的题目 那内生部就不能再说 我来问问内服部 因为卫服部就坐在旁边 所以他必须一转动 就跟卫服部的人员开始进行讨论 具体的回应 那大家就说 见面三分请 所以他戴口罩 可能像两分请 那视讯 可是也有两分请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就可以透过视讯两分请的状态 了解他们说 即使是中央公务员 其实也是非常愿意的帮助 那在此之前 可能只是那个 国家的频宽的压缩率 压缴太多东西而已 那当他完整的讲了 他所面临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各部位的朋友都很愿意 即使往里来帮忙这些 在地的朋友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且他还不一定要 把山蛇水到这些 比较偏向的地方 他只要网路去 马路就可以了 那这个依赖的就是 就是非常好的 平坏 但是现在就非常不是问题 尤其又入住之后 甚至到这个 比较空旷的地方 主持都不是问题 那另外就是 就是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 facilitator 就是比较好的 引导者 那去把在地的朋友的问题 透过像 刚刚我画的 新制度的那个方式 能够一下子 就让就是 另外一般的 专业者了解 那只要有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就很容易 走入社群 那也很容易 跟社群共融 好 那有24位朋友们 想要问这个问题 说海科馆除了花招 在让空间引进 游乐器材 夺眼球目光 到达一个 游乐圆化的程度 但是长设展 却开馆至今 没有更新 长设展的内容 或者做改动 这样子的转变 对于博物馆内的 参观观景品质 是不是也影响了 整体博物馆 将于为主的重要遗憾 逐渐丧失 这个就是匿名 才问得出来的问题 毕竟管场在 那首先 我必须先声明 就是说 我还没有看那些 游乐器材 我真的不知道它有多 对 他想在前面 对 但是我有两个 初步的想法 就是一个是说 当然 博物馆是 以教育为主 可是这个教育 在以前 当然是 我们是知识的持有者 那其他人是要被教育的单位等等 但是现在 因为 我们知道是 有点国家新课当之后 其实已经不再去分那种 每一个学习阶段 一定要学到什么东西 那种线性的想法 每一个阶段 一路到重生 都是市信仰菜 那市信仰菜 那市信仰菜 意思也就是说 老师有什么标准答案 老师的目的 其实只是引发学生 对这件事情的兴趣 然后 以及学生如果需要一些社群的帮助的话 老师帮我们带到这些社群 如果老师只是比你先学一些东西的人 而已 那这个跟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我自己当然比较特殊啦 就是我是博中二年级 就是中二的时候 就已经辍学了 那当时我是告诉我的校长说 因为我在现场 已经找到我自己的社群 当时因为我在做AI相关的研究 那大部分的研究者 其实当时都用 当时是最新的一个科技 叫浏览器 就是连到全球资讯网上面 分享自己的研究 那课本里反而没有 课本好像落后了十年左右 所以当时我就告诉我的校长 所以我一天十六个小时醒着 那我要嘛可以十六个小时都去做研究 那我会很开心 不然我就是只能做八小时的研究 那八小时还可以卡在你的学校 听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已经过时了十年喔 那所以希望校长能够帮我一点忙 那校长就说那你需要帮什么忙 我就说有一个强迫入学条例 我如果不去学校的话 我家里会每天被罚钱 那当时我在脑里其实已经想说 校长绝对不会理我了 那拒绝 那我在脑里已经 好像下期已经 把接下来起步的起步 大概都已经想好了 想说他拒绝 要用什么方式来说服他 那但是校长想一想 就说好吧 那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 那教育局那边 我就帮你处理喔 那所谓处理 就是伪造文书的意思喔 就是说 假装好像没有去学校 我就不会被罚钱了 现在追溯起过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当时我中二的心灵里面 就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公教人员 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员 那也不是只有我 这样子 当时达高尔夫 就那位曾亚妮嘛 那还有夏威琪嘛 也会 名字我现在有点忘了 那他们的校长也都是 等于是公民不服从 那这样的方式 在体制里面 帮他们我们 创造出实验交易的空间 那当然后来就有神教育三法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说这三位校长 对我们来讲 不是教育者吗 我觉得他们也是教育者 他们也是有教育意涵 但是他们是神教 就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体制应该要更开放 如果体制应该要更有空间的话 那他愿意去自己担负一些 政治上面的风险或责任 那但是创造出一些比较好的案例 那之后这些个案 就可以同案 就可以制度化 就可以有实验教育 那实验教育释出来的 自发互动更好 而现在也变成活动教育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 我们当时的比较像研究 现在已经变成是开发了 变成每个学校都开始组成自己的科发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游乐园 他是真的能够触发小孩 他自发想要对他更加认识的这个兴趣 那互动就是他包括这个游乐的过程 你能够认识 他本来不认识的 跨时代的 跨场域的 以及跨学们的这些朋友 那这样子我就会觉得他有八成四万 那如果他来游乐园 那最后什么都没有记得 然后也没有因此认识了什么新朋友 或者新的学员的话 那当然可以说是 那他不如去真正的游乐园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要实际要来的这些小孩 这些学生来共同创造 你才知道这个到底对他 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他的impact是怎么样 那我因为自己没有玩过 所以我现在没有资格讲这件事情 但是很高兴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让大家能够就是 有点像是连署一样 他这样子的意见 让这个观念 其他朋友看得到 19A的朋友们想要问一个108课纲底下的小高中神网 问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长 说想请问教委怎么看资源铺平台这些事情 举个例子在108课纹自主学习的时候 有资源的学生能够到大学之前去做实验 但是没有资源的学生却可能只能看协商影片 虽然教授我们都说 自主学习是看你学到的多化 而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 但是我认为有两个人做的努力是一样的 如果有资源的学生 他们可能学到了更多 那样是不是就变相的让有资源的学生更容易被大学青睐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尼玛克港也好 或者是之前的实验教育也好 很多人都会反复的有一个质疑 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 让比较有资源的学生 他更容易复制他 可能父母长辈人 什么的这些资源 而没有资源的学生却没有办法接取到任何资源 但是我们现在大概有两个很标准的回答方法 一个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老师在推行新科科的时候 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尤其是像有些教师的 帮忙贝克社群 像孟德恩次方 孟恩 他们更是 他们据说已经五分之一的老师 已经有加入他们的教材 教材教法的教材 社群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把学生跟学生个体跟个体之间去做比较 而是说让学生不管他的资源多多化 去组队 然后一起来解决共同的面临的问题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体制教育里面 以前是好比较多画了一个跑道 然后在那个跑道就是分科分组啊等等上面 总是有人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等的话 那现在就比较像是说 因为每个学生一开始都有自己的 探索的方向 所以他转身就 能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人跑到他的方向 按照定义 就是20个学生就跑20个方向 那但是呢 老师的作用就是说把方向比较接近的 或者是其实不在这个班上 而是学校别的地方 或甚至是旁边的别的学校 甚至是别的大学在做大学社会责任 投校生根啊等等 社区大学啊 在地的这些社区发展的协会基金会啊等等 都可以动员起来嘛 那只要大家跑到最后的那个目标 价值是一致的 那从不同的地方起跑到最后 还是很自然的就可以组合起来 那这是通常叫做capstone project 就是一个小孩他的学习 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学习 而像他弃一座金字塔什么样 那上面最上面那个顶石啊 就是他想要完成了一件事情 或他让社会或环境变得更好的一个purpose 所以我现在都把叫做purpose based learning PBL 那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purpose的话 其实你本来的资源多少 完全不是重点 因为如果你要解决那个问题 是大家都想要解决的 你透过群共募资 透过就是crossourcing 就是大家一起来集合去集思广义 各自出各自的力量 甚至你发起一个行动 那像当时在欧米克就有很多工备的老师 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去运用 那我们可以去运用刚刚讲的那个 爆炎品 然后大爆炸的提案的平台 当作学生的随方作业 所以就真的有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就真的在上面提案说要逐步的禁止使用塑胶吸管 这些内容的一次性的这些参与去 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梗 就是好像有海龟什么鼻子里面有塑胶吸管 然后把它叶子把它夹出来 大家都觉得很残忍的那个梗 那因为有那个梗的关系 所以他这样子一提案 那瞬间就有五千个人不一 然后就复一 那我们本来以为是什么 环团大佬 才能够瞬间动员五千人 结果一见面 发现16岁一个高中神 他就说这是我的课堂作业 但是最后是非常成功 就是到 我们环保署也已经就是逐步的 免洗餐区的禁用 那这位王宣如 现在也是我们的就是中央政府的 行政院的开放国家 开放政府的国家行动方案 推动小组的委员 现在他今年才19岁 那我们见到他都要叫王委员 那所以意思就是 这些年轻人当他实际组织起来 他并不是靠他自己的人脉或者钱 或什么别的资源 而是他去找到一个可能之后 接上了现有的这些社会部门 好像有一个叫不素质客 塑胶的素 这样子一个脸书社团 那在里面本来就已经有很多有资源的人 所以当这位年轻的16岁的朋友说 那我有一个 purpose 那我要达成这个 purpose 又跟现有这些社会 会员的这些就是社会使命一样的时候 那他其实一下子就变成好像这个的 这个运动的一个新的转机 对不对 一个新的好像方向的引导者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这样他自然也不会有说 他本来的人脉或资源够不够的这个问题 而且如果他在他的学习历程上面写说 那我就是行政院的干部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那这样子的学习历程 包含他从这个提案到环保署真的做战策改变 那说真的没有人能够跟他比一二三名 这个就是独一我二的这样子一个方向 所以我现在还是觉得说 先有这个 purpose 是比较重要 有 purpose 的学生 比较容易设到大学前来 可是这个也不只是大学 如果是在一般的 HR 就是你是一个人资部门的一个成员的话 那你履历来 你与其看他的学历 那不如去看他曾经做过多么了不起的 动用五千人 动用五万人的事情 而且也成功地促成了社会的改变 那你当然是挑这个人 当然不是挑他的学历多好 所以当你的社会部门的连结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那甚至暂时不去念大学 那也不会怎么样 那因为已经是就是工作来找你了 不是你来找工作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 因为如果觉得好像非念大学不可的话 那无论如何还是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进行精神 但是如果18岁 反正接下来很快18岁就是大人了 就是成人了 如果爸妈要你去念大学 你就说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就要去念就好了 那以前是不能这样讲的 很快就可以这样讲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找到自己的 purpose 又更加重要 因为这样的话 不管是去就业创业交换学生当职工 或是这边怎么样 反正你是大人了 要自己做出绝品 要自己负责任 那这个也是 purpose的一部分 有些人问说老人家也就是长者 要怎么样从科技的方式 要邀请他们参与入海科馆的各项活动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问的 我都是直接用问的 就是我去找我的长辈们 因为我固定每个月至少会回淡水 我阿妈啊外婆啊 爸爸妈妈都在那边嘛 那所以我每个月至少都会去两次 那就算不能回去 我也会尽可能视讯啊等等 或者联络 至少能够相处个半天这样子 所以我每次要退出什么 新的科技产品的时候 我都会去回出我的focus group 就是我阿妈或是我外婆 像那个电动的自驾车 在淡水那边开始营运的时候 外婆就有去试试啊 然后分享她的这个经验 那或像刚提到的口罩十年纪 除了在线上订购之外 我们很快就发现说老人家 不一定能够用健保快一通在线上订购 必须要有在便利商店 能够让他们直接订购的这个方式 所以当时我也就是 会去问我阿妈说 那也不要当我们的先期体验的这个使用者 那她虽然已经88岁了 真的是年纪很大的 那但是还是对于学这些新的东西 很有兴趣 所以她就说OK啊 那但是她想要带她 特别在社区里面 有影响力的一位年轻朋友 那因为那位年轻朋友 一直都去要局排队 她每次排回来 就在社区里面通话政府 所以她觉得说这个KOL 应该是更有动力嘛 会炒的不是有糖吃吗 要一起炒糖吃 我觉得可以啊 那她的那位年轻朋友 就是一位洋奶奶已经77岁了 所以只有对她来讲是年轻朋友 对我不是吗 那这位年轻人 洋奶奶她果然非常多意见 那当时我们在 就是通常新制3.0设计的时候 最早的版本 其实是用提款卡 就是包含邮局的金融卡也可以 在便利商店 几乎都有的提款期 那你插入提款卡输入密码之后 他就会说那你把付款付52块钱 那付了52块钱之后 那一张QR Code 那就可以一个礼拜之后 到柜台去直接换成就是扣照 那这个我们当时是觉得很棒 因为她结合了实名付款 而且柜台不需要处理现金嘛 所以她整个就是排队 绝对没有排队的问题 因为当时大家都排队排到怕了 但目的就是不要排队 那但是杨奶奶实际听完 而且实际操作的这个流程之后 就告诉我说 如果要这样设计的话 她宁可回药局排队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拟不到我们设计的这个科技的很棒的 而且便利商店在她楼下 然后药局她还要达公车啊 好像还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她就说 因为她在操作提款机的时候 上面只会有一个165反诈骗的牌子 提醒她你的钱即将被转出 那所以就算那个提款机上面写的是52块钱 她脑里会加4个0上去 她们觉得她的存款可能就是会被转出 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 那我阿嬷更是从来没有用过提款卡 她知道她有提款卡 可是也不知道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子使用 她都是实际去领柜填那些提款单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那我就说 那不然你行你来吗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要怎么设计 那她说 那当然就跟药局一样啊 就是我要去柜台数出52块的1币交给她 这样子我就知道说 我只付52块出去 那个便商店的那个店员就面有难色 因为她其实已经你知道很万能了 还必须要加一个业务 但是后来我们回去讨论真的是怎样 因为不是只是羊奶奶或阿嬷这样想 很多长辈都是这样子想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说 好那就不用提款机 因为她们真的很怕提款机 那所以就是用健保卡 然后在就是Piask 在智慧会员机上面取得那一张QR Code之后 挑骂了之后 到会谈真的付出52块钱的硬币 那大家都很高兴 那但是呢 这个真的很有好处 因为这位娘奶奶就愿意去交她的年轻朋友 就是66岁这一期哦 那那些年轻朋友也很愿意交55岁的年轻朋友 44岁可能不需要人交的 那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是你去说服年纪最长的那位KOL 而且不是说服她是说你请你来 不如就用你喜欢的方式 我就给你一个蜡笔 还是什么 然后就画给我看嘛 你希望我有什么非常的方式 让你生活更好 或者是用她所熟悉的语言 然后像口述历史那样子 就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就是人类学方法 Estenography 民族制的这种方法 那只要用这种方法 充分的倾听 在社区特别有影响力的 这些年轻朋友 那其实接下来的传播 你就不用自己做了 因为他会就是碰到人 就说这套西蒙我设计的 这样子 就一下子可以说服大家不要去 你要去太队 一下子说服大家去便利商店 去进行口罩神职的预告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告诉我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 由他们信任的人来邀他们 那一开始为什么是邀师 就是因为他们连续慢性处方前 已经认识邀师了 他们非常信任邀师 所以邀师告诉他们说 戴口罩要勤洗手 不用飞上洗手 没用等等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开始 就是科普的部分 但是其他的部分 那他们也会愿意 听听他们的社区里的KOL 所以就是找到像羊奶奶 这么的人 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聆听他 去做ethnography 去做persona 去做这些设置私房的方法 那在这样子的方式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想出一些 让他能够有机的去邀别人 来参加你的各项活动的方式 他还会很 proud 说这个活动是我设计的 那如果到那样子 你就已经成功了 有十二位朋友们问 最近Musk 研究出一种记忆下载的技术 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就是neuralink 如果把学者的记忆 思绪下载到机器园里面 那参观的民众 是不是能够透过机器人 来了解学者的可行 这样子的可行性是不是高呢 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我想先讲一下 neuralink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面的记忆下载 它比较是说 我们现在是透过滑手机 或者是像我是透过 健康位置笔的方式去操作 那neuralink是说 你可以直接用想的方式来操作 可是这跟下载记忆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这个比较只是把 好像运动神经 感觉神明什么 可以直接去输入到 就是电子讯号里面 那但是人类的记忆 以我的理解 尤其是长期记忆 目前并没有一个P4 下载解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即使是这个情况 我们确实现在的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 确实可以去模拟出一个 能够跟人对话的机器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它的那个记忆 并不是一个人的个人的记忆 而是比较像像维基拜科 或者PTT 在英文的话是Reddit 等等的这些相名的集体智慧 它现在可以是 好像一个图书馆员一样 帮助你去找到他的书里面讲了什么 然后回来告诉你 所以这个还是在知识层级的 就是episteme 就是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认识 能够把它语言化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可以透过 对话机器人的方式去分享 那但是如果是个人的episotic memory 就是我自己关于自己的生活记忆等等 那目前的AI 还没有办法代替我去表达 我自己的这些个人的生活记忆的感受 那这里面当然因为今天不是还学术也很好 所以我最后讲到这边就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不能了解这位学者 但是你可以了解这位学者的见解 这位学者的学派 这位学者的论文 这个部分都可以 那但是我们就是要尽可能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并不是真正这位学者 那这个时候某个虚拟角色就很有帮助 好比上做机关署的机管家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机管家有他的人物设定 还有一个字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没有人觉得机关家 真的是我们某一个防疫国家队的成员 他就是一个虚拟人物 但是这个虚拟人物 是我们机关署手上有的 所有的这些客观知识啊等等 你可以透过对话的方式 从机关家那边取得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当然有的时候 就是年画还不够可爱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就是 对不起不是这张 我们可以用比较可爱的 好比上说这个仲裁 那总裁他是真正的 是存在的一只柴权嘛 他是我们的 卫福部的开放政府 联络人家里的一只狗 那所以我们的卫福部的 这位朋友 就是每一次只会 不然宣布什么之后 他就可以 因为他家就在卫福部旁边 他甚至走路回家都可以 然后就可以拍新的 鬼鬼的照片 然后就可以说 我们在室外 保持两只总裁的距离 室内要三只鬼鬼的距离 不然要戴口罩等等 那这个显然就比任何 机关家或者别的 年龙化的东西 还容易让人记住 基本上看过的 大概就很难忘记了 就是用总裁来进行 科普未降 就是打河浅咳嗽的时候 要无助嘴不能张开嘴 而且疫情期间 严禁 吃手手 一直吓到吃手手 这个他就不像那个 我们海巡术 还要就是肤浅给那些图库 那这个他回家只要拍照 就有了 甚至非常非常省的 这个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是把肥皂洗洗手 跟戴口罩不要洗手手 这两个也在一起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钥匙都会说 就是你戴口罩不洗手 没有 那这个图就是一下子 就带口罩 跟戴口罩洗手 连在一起 所以如果 就是一个虚拟的人物 不太容易 让人觉得说 好像他的对话 到达人类的那个是真的的话 那不妨也去虚拟一个 就是 可能 海洋可能不是狗狗 可能海狗之类的 但是就是 包括海洋生物 投入到海洋生物的方式 跟人进行 比较有趣味的对话 那这样也可以避免 就是大家把它过渡你 比人化 然后期待他做出非常人性的回答 因为那个部分 AIM目前还比较难做到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一下 像你这么忙 我如何做到时间规划 如何让工作 生活 学习 这些都保持平衡的关系 就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话是绝对不应酬 那我的工作就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 这12小时就是交给我的同仁随便拍了 但是为什么是早7晚7 而不是朝9晚5呢 因为朝9晚5是处理台湾这边的工作 但是早上7到9是处理北美南美的工作 尤其是东岸的话 那只有我们早上7点才真的能够碰得到他们 那傍晚的话 5到7是处理非洲跟欧洲那边的工作 我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的不分区了 我感觉 大家想要更了解台湾 不管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不用封城就可以防疫啊 或者是不用下架任何言论就可以处理假讯息危害啊 等等的这些题目 那大家都很愿意就是听我的分享吧 所以我大概就是一大早跟晚上是跟国际的朋友们 那中间是在做就是本来的公务的工作 那但是呢就是1到5 那6日是绝对不拍行程 那6偶尔还拍一些远去 但是我是不会拍就是尽端的行程 那礼拜天就刚刚讲的是我陪家人的这个时间 那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每天能够睡到8个小时 并不是很奢侈的 我过去7天每天都有睡到8个小时 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没有睡到8个小时 我就没有办法function 我就没有玩有很好的创意 也没有办法整合就是各方的意见 那有的时候如果碰到真的很困难的题目 四五个部会各执一词等等的情况 那我一下子没有办法综合他们的想法 那我就得要加班 我就要睡到9个小时 那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知道交代给我 这个很重要的任务的话 那我这个7点一回去 我就全部收集什么都关系了 事实上我笔电也是会带回家的 那我在家里也绝对不会去花萤幕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可以有好的睡眠品质 那但是我如果自己想要学什么新的东西等等的话 那那个就是在礼拜六 以及礼拜天啊 来做 那大概就是时间规划非常容易解释 那其实这样子的时间规划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最困难的就是回家之后开采访手机 对这件事情 不管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面用了一些即时通讯软体 所以就变成好没有下班的这个时间 那或者是说工作到一半 突然之间即时通讯软体想起来 就要把工作脉络切换 就是先放到旁边 然后赶快回 那但是因为像在LINE这些通讯软体上面 大家都是想一句打一句想一句打一句 所以其实就是无形之中 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所以我解决这个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我每天只看两次LINE 就是一起来看一次 下班回家看一次 但中间都假装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但是我每半小时一定看一次E-mail 因为E-mail是一定会想得很清楚 才按送出来 如果你想一句话送出给所有人 再想一句话送出给所有人 那如果是在迷你机构走就被FIRE了 但我们没有FIRE这件事 大概也不会有人真的这样做 所以E-mail我是很愿意固定每半小时回一次 但是像LINE等等这些及时讯息的话 基本上我是只有在醒来跟睡前 各看一次而已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就不会有 刚刚讲到脉络切换 造成自己心理的负担 那如果心理没有脉络切换的负担 本来工作就是可以比较认真 那认真的话 工作完了那就下班 那就把工作放一遍 大概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不会变成是好像工作 生活 学习全部都混在一起 这样的方式 因为其实脉络切换 才是最累的一件事情 好的 那我们就 最后两分钟 有16个他们问说 请问海科馆可以如何做行销推广 以及如何发展自我定位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行销推广的素材 都用CZ授权的方式 然后确保任何人都可以混搭 任何人都可以利用 像我自己的网站 我们PDES的网站 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网站上面看到 不管我的竹子稿 我的录影 我的接受访问 所有这些东西 那这边都讲说 本站除另有标识外 内容都用创用CC的方式来释出 那我的竹子稿 都是说 本站除另有标识之外 都用一掏七处作权的方式来释出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好比像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看这个 刚刚的那个故宫修管日的小冒险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不需要问过我的同意 你就可以把它随便 就是爱和发生什么样子 和发生什么样子 配个图啊 或者是翻译成3D的任何语言 或者什么 这个 好 那就可以自由地分享 自由地修改 混搭 转换 建立新的素材 只要你去 给性能标识 就是付出元素素 那之后 其他随便你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 所以我举实际的例子 好比像说之前 有个摄影师 帮我拍了一系列的照片 那后来也用 思思授权释出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演讲 也有在混搭这个素材 那我们在好小客委会 也用他做了一系列的梗图 什么唐缝过台湾 什么脑破耕田 什么东西的 他没有问过我 从来没有问过我 那或者是说 像那个环保署 要推广凤茶这个软底的时候 他也就是混搭那一系列的照片 然后做成糖缝 然后拿个茶壶 就是糖缝茶 然后再变成缝茶的老婆 变成糖缝茶 这是一个谐音 他也没有问过我 或者这个中小企业处 这个把我的素材弄成什么 在天空和老婆遥控 大家赶快去用三倍券 也没有问过我 这个 当你做到这种程度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特别去做 行销和自我定位 因为自然大家都会帮你 所谓的自我定位 那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Value Proposition 就是你的价值主张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而是你把素材分享出去之后 别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这个在公务门真的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最近的院会 院长有特别才是说 因为文化部有个国家文化记忆库 那里面放的不一定是公务门 公务员做成的资料 所以跟以前开放资料的来源不一样 它可能是跟社区一起共闯出来的 那院长也是提示大家说 尽可能的就是用私自授权 在文化记忆库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用私自授权 用这样的方式 去确保说 任何人都可以回答这些东西 然后到最后 就会做出一些 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些梗图来 那刚刚说到国际观 我的这些访谈啊什么 因为是用私自授权 所以也变成像日本有一个 饶舌乐团嘛 叫做Dosmonos 那他也把我的访谈做成饶舌乐的一部分 那这个从来不但没有问过我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 当时录这个音 会变成饶舌乐的一部分 那后来我想要我的sample 也会被闪了 你弄起他们的电影里面 还要放到大港开唱 那所以我可以进入一个 我当时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这个 状态里面去 但是这个才是他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不用特别做什么事情 我还是专闭在我的本业上面 每天还是睡了八个小时 可能就一大堆莫名其妙的 混搭的素材 就会就是传播出去 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很感谢正伟花了一个半小时 可是来我们这边其实来 就是整个trip大概也要有个小时 那总共今天 应该不会影响到你睡眠八小时 就不能再给各位发问 因为再发问这个一定会影响他的睡眠时间 那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他是在跟国际交流的时间 那还把这个时间都给海德馆 我相信今天这个正伟在这边的这一个半小时的 跟他的互动 应该给各位有非常多的不少的思维 你们说是吗 是 是应该给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 正伟 她的行程是超满鬼饼的 可是还愿意来我们这个小乡镇 给我们海科馆 这个给所有的伙伴 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其实我也蛮期待会来 如果可以的话 你知道 可以在 可以在啦 好不好 因为在的话 我相信大家困的问题 又会更不一样 好 那因为有一个这个 心意的感谢 我记得我们同仁是不是有准备了 快点快拿过来 我靠 我们其实有准备了 因为不足以这个代表我们心中的感谢 但是再怎样 我还是要等下表现一下 就是海科馆真的是很感动 尤其也因为有这样闯的 所以大家有提到 有人有匿名 提到说海科馆有些 有人这个场所 这个场所没有什么更替的部分 我们要稍微检讨一下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如果真的可以啦 真的真的好 谢谢 谢谢 那大家有记得郑伟的E-mail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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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长得到 各位真的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他们应该在这 因为半小时会看一遍 好的 那我们顺利再一次这个掌声 谢谢各位